政府推出的五令吉慈敏餐单计划 获得热烈回响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和受惠 政府将把参与计划的 一万五千家清真十四 进一步扩大到非清真十四 并且将猪肉加入菜单中 让非穆斯林拥有更多的选择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拿督斯里沙拉古丁表示 有关部门一直关注非土著 对食品援助的需求 因此他将在近期内 和相关业者讨论非清真菜单的实用性 另外部长补充 巴山谷一带的二十所高等教育学府 将会有二十家餐馆 在开斋节之后加入慈敏计划行列 推出五令吉慈敏餐单 以减轻清贫学上的生活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ith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